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三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新外长是他 这段履历很离奇 南洋小学火灾 13名学生罹难 官方做法惹民众愤怒 中共极罕就股市 学者认为难以说服投资人 贝莱德7折出售上海地产 评论分析中国经济刊威 韩国第一夫人献明包门 呈选前政治炸弹 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披露 中共预料将在3月份的两会期间 任命中共中联部长刘建超为下人外长 在去年的夏天 中共外长秦刚遭到突然的免职 至今下落不明 而刘建超是该职务的可能人选之一 报道特别连出 他是不寻常的选项 原因是他负责的中联部 向来负责联络越南和朝鲜等共产党国家 缺乏与美国等国家打交道的能力 此外 他还有一个很敏感的履历 引发外界的关注 华尔街日报1月24号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在今年的3月份 中共两会期间 刘建超将获外交部长任命 但是确切上任时间仍然是待定 消息来源称 为了让他加强阅历 本月早些时候 北京派遣刘建超出访美国华府 纽约和旧金山 其实是在为任命做准备 期间刘建超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黑石执行长苏世民 以及桥水联合避险基金创办人达里欧等政经领袖 知情人士表示 这是为了建立他在美国外交圈与商业圈内的知名度 公开信息显示 刘建超198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习 1987年任中共外交部翻译式科员 后来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外交部发言人等职务 外界普遍认为 刘建超是一位不寻常的人选 他是从翻译转任为外交官 此前主导过建立朝鲜及越南等国关系的部会 比起其他几任外长的外交历练相对有限 此外 刘建超也曾任中共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 和浙江省纪委书记 这两个职务和外交关系不大 不过 知情人士说 其他资深外交官员仍然以他在党内的资历 以及所谓的政治忠诚 向习近平高度推荐他 因此习近平决定先让刘建超尝试一下 作为过渡措施 习近平在去年的7月份 任命已经升任中共外事办主任的王毅 回国兼任外长 这次刘建超以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 当时就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戈来仪 对美国之音表示 刘建超可能会出任中共外长 而外界报道指出 刘建超最不寻常的资历 为担任中共纪委国际办公室主管 成为习近平猎狐行动的关键人物 美国当局认为猎狐行动构成跨国镇压 在这些行动当中 中共政府派前代理人骚扰 威胁和压制居住在国外的批评者 此外 某些海外的前政要 商界人士也难以脱险 时事评论员程翔此前评论说 大量的中共高官在过去几十年 一边做官一边将贪污的钱移到外国 这种行为对中共来说就是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所以中共要收集移民外国的贪官的资料 有人说中共要割他们韭菜 其实习近平更重要的是担心这些人的政治忠诚 他要弄清楚哪些是潜伏的外国间谍 或者是反习人士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 中共在政治领域的定时炸弹已经开始倒计时 比如前外交部长秦刚被免职 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 最高层反复强调忠诚 鼓动全民反间谍 昭示中共内部暗流涌动 习近平表面上掌控了最高权力 但是内心不服之人仍然是大有人在 周晓辉说 还有财政上的危机也让中共害怕 比如浙江省要求过几日子 大连延迟发放警察工资 也让为中共卖命的公务员们心怀不满 中共官员也公开乘证 官员出现了漠视心态 不仅消极带政还将家人资产转移到国外 随时准备跑路 目前中共海外警察机构成为了欧美 乃至世界各国的铲除目标 去年6月三名被控参与中共政府猎狐行动的男子 首次在美国经审判之后裁定有罪 而在近期越来越多的从事中共海外间谍活动者 在海外多国遭到了逮捕审讯并且接受法院裁决 最近河南省南阳方程县英才学校宿舍火灾 引发大量的关注 外界发现起火的宿舍坐着32名小学三年级的男生 其中13人因火灾去世 公众号作者向栋梁在文章中说 在23号方程县发布了公开通报 显示出一些关键的细节 然而如果这些环节都是真的 那么事情就更加的蹊跷了 在官方通报当中 坚称宿舍有一扇门从来都不上锁 而且宿舍里有老师同住 乡栋梁质疑说 既然有一条从不上锁的逃生通道 那么为什么还有13个孩子没能够逃生呢 而且最让人想不通的是 宿舍楼里住着的老师成功逃生了 此外通报也表示 宿舍的面积大约是56平米 摆着16张高低床 住着30多个孩子 网友推算发现宿舍通道不算宽裕 大概仍然能有两个通道 分别是1.2米 当时火灾发生了什么 导致一个宿舍13个孩子葬身火海 让人非常疑惑 最后文章质疑说 通报的几个细节都在推卸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责任 当你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的时候 就完全没办法解释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了 方承现你们有没有说谎 当地还有知情人士表示 19个孩子实际是从一个小窗口跳出逃生 但是官方的声明当中没有讨论此事 为了防止公众讨论这起火灾 关于南洋小学火灾的事情造到了微薄降低热度 对此有网友奉凯德说 13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不止一个热搜 我就想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火灾 结果没有 网民谴责说 政府这通篇的避重就经的报道 离世的都是那么幼小鲜活的生命 这样的自责就可以平息的 什么宿舍住32个人 这些孩子都是穷人家的软肋 来看本台记者斐真的采访报道 中国A股在本周探底 一度跌破了2800点 外界发现在周一股市下跌时 国家队没有出手救市 但随后传出中共准备 2万亿元人民币救市的消息 不过外界猜测 中共是否有能力拿出这么大笔的资金救市 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对希望之声说 如果真的要就股市与经济 中国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好的披露 讯息越不透明 市场就越无法投资 陈松兴说 北京为了怕大家认为经济不好 禁止唱空买空 信息也不提供了 外资要取得信息 也没办法得到企业的报表 审计也是有困难 包括台湾的一些智库研究机构 发现连台上都不管答复问件 因为你有国安法 你有缓间谍法 只要给信息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出事 今天再让国安体系的人进来 特别是由国安的人来召集金融工作会议 那是非常诡异所思 就是为了保障中共的赠钱 它不会去理会 在整个前就经济体系跟金融体系 运作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信息越不透明 就代表这个市场也没有办法投资 外国机构就脚里抹油把资金给撤了 陈松兴说 对中国国内的这些2亿的散户来说 他们的不动产是最大的资产 目前是被套牢 再跌价 可能都还有房贷还没有还清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叫它增加股市投资是有困难 1月24号 中国股市传出消息 称不少A股上市公司正在回购股票 今年至今17个交易日当中 379家A股上市公司 耗司315.31亿元 回购股票稳定价格 陈松兴提到 比较特别的是北京这一次 要求一些中国企业 把海外的获利汇回来 如果它能够进到市场 你稳定市场 短期效果或是会有 不过如果你的经济结构 不能够调整 那么其实这个钱 某个程度来讲 应该是漏包子打狗 他认为中方做出所谓的 2万亿救市宣言 主要目的是用消息拉升股市 让权贵把股票脱手 并非是想要改变股市现状 总的来讲 除非它是有特殊目的 为了让一些钱贵 可以把手上套牢的股票出脱之外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本身 能够真正的去扭转 大家对中国经济 对中国金融跟中国股市 目前的一个看法 来看本台记者菲珍的采访报道 彭博社知情人士说 为了加快销售速度 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正在以30%的折扣 也就是7折的价格 出售上海的办公楼群 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嘉隆认为 贝莱德要在上海卖掉他的写字楼 反映出中国经济下行走向最严重的时期 2017年3月份 贝莱德以13.7亿元人民币购入了上海中港会大厦 又在第二年赤资12亿元人民币购买了上海 新兴中央商务区的两栋办公楼 如今7折销售 反映出这家资深的金融机构的投资失败 吴嘉隆对希望之声说 通常在经济衰退之际 高端消费或者是奢侈品消费 在最后才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现在贝莱德集团抛售商业房地产 还有上海宝格丽旅馆在抛售 还有花旗集团从中国全部撤出 经济不好的时候 一般中下层首先感受到 他们可能被裁员或被减薪 如果高端消费的也受影响 通常可以印证经济的衰退已经来了 表示中国的投资机会 消费力道等等都在收缩 资金在撤离 这样的印证中国的实体经济成长率 绝对不可能有官方宣布的5.2% 这种失去可信度的统计数据 印证中国经济不但在下行 而且下行的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应该是陷入衰退 房地产服务公司高利国际集团的数据显示 在上个季度上海写字楼的租金 跌到了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且还在继续下滑 吴江龙认为中国的经济看起来衰退 还会更加的严重 从房地产危机 债务危机跟信心危机 最后会变成资金外流的危机 然后演变成为人民币有贬值压力 综合来看 目前的情形反映出 中国内需市场的动能已经消失 韩国即将在4月份举行国会选举 而第一夫人金建西收受豪华手提包的事件 在近期遭到热炒 对韩国总统尹熙悦和执政党 国民力量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被评为政治重磅炸弹 部分党内成员呼吁 要求总统家庭对外道歉以平息争议 根据披露的视频 2022年的9月份 金建西接收了价值约300万韩元 2200美元的迪奥奢侈品包 这份视频由韩裔美籍牧师崔赛勇 用隐形摄像机拍摄 当时他和金建西第二次见面 并且送给了他这份名牌礼物 崔赛勇称 金建西是一名家族朋友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崔赛勇就赠送给金建西香奈儿化妆品 从他讨论高党礼物的反应来看 他相信这类礼物是与他取得会面机会的入场券 视频最早在去年的11月份被披露 但是没有引发大量的关注 最近在选举前 这个消息遭到了反对党 共同民主党的热炒 尹熹悦的支持者说 金建西遭到旁人涉局 而国民力量党许多党员表示 公民的不满聚焦在金建西收受高党奢侈品上 而不是被送礼者偷拍 这样的情形让人担忧 分析人士表示 当金建西作为政府官员的配偶 接受奢侈品时 他可能违反了反贿赂法 韩国的法律条款规定 公职人员及其伴侣 一次性接受超过750美元 或者是每年超过2200美元的礼物 都属于违法行为 早些时候的民调显示 53%的受访者认为 金建西的行为不到 这有27%的受访者关心 金建西遭人涉局 要让他难堪 而韩国的YATN有线新闻 在本周发布的民调显示 有69%的韩国民众表示 总统需要对第一夫人的争议 解释自己的立场 韩国明治大学政治学教授申律 对路透社说 一般的韩国大众会认为 好吧 或许他是被人涉局 但是为什么他还是收下了呢 这个消息在执政党内部 也造成了混乱 中央社报道说 有国民力量党高层 将这次事件与奢侈的法国皇后 玛丽·安托瓦内特相比 引发了总统府与执政党的关系紧张 而在1月18日 人民党临时领导人韩东勋告诉记者 这个手提包可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韩东勋与尹熙悦的关系密切 并且被认为是尹熙悦的门生 此时选择和尹熙悦保持距离 在这之后 韩东勋还称尹熙悦对他表示震怒 并且要求其辞职 遭到了他本人的拒绝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